另外洛杉矶警方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展开大规模的搜查行动 因为有很多旅客报案说他们的行李里面有东西不见了 结果发现有内贼逮捕了六名专偷旅客行李的搬运工 警方表示光是这两年民众报案被偷的手机还有电脑就高达一万多台 那么这六名搬运工这嫌犯是利用行李刚刚下飞机准备要放上输送在的那短暂的时间 巧妙的避开监视器快速的窃取乡里的贵重财物 同时警方还在这些嫌犯的住处发现有很多偷来的珠宝 电子产品和衣服等等 那案件目前还在持续调查当中是不是有更多的机场员工设案 同时也提供专线希望施主尽快的跟警方联络来认领财物